常说《水浒传》中有108位好汉,可是在隋唐演义中的猛将也数不胜数,有很多是李世民得不到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些猛将骁勇善战,更有的文武双全,要是李世民能成功收入麾下,势必能够加快统一天下的脚步,这三位猛将是哪三位?这里是小豆之历史,订阅我。 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面如腹粉,两道黄梅,身长九尺,妖大师围说得便随唐帝八条好汉杨林,身长九尺,妖大师围为我们勾勒出一位壮汉的形象。 历史上的杨林也确实是一位英雄好汉,能将一把150多斤的球龙棒捂得虎虎声威,少年知识杨林便一直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在战场上浴血奋斗,他的父亲便是北周的元帅杨忠,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 话说,杨坚继承父亲杨忠隋国公的爵位后,对原本依附的北周势力所不满于是乎,他便发动了宫廷政变,依靠着弟弟杨林的势力成功地扳倒了北周,进而建立了隋朝,杨林也被封为了靠山王,仅仅三个字便看出了杨林的实力。 当时,杨林对于隋朝来说是信仰一般的存在,也是王朝最大的靠山与力量,成为靠山王后,他并没有守着爵位享受奢靡的生活,而是继续为杨家的江山尽心尽力,其中最为出名的事件便是与秦琼之间的故事。 隋阳帝杨广继位后,身为叔父的杨林亲自护送十六万皇帝到长安做贺礼,结果程咬金看上了这些金银财宝,当即在贺礼半路拦截,谁曾想,程咬金被打得节节败退躲了起来,秦仪之子秦琼则代替程咬金入狱,杨林知道秦琼并非幕后真凶便当庭释放。 甚至还认秦琼为义子,后来,杨林抓不到程咬金后,秦琼则私自放走了他,前者知道后大怒不已并与秦琼打了一架,秦琼年轻力壮,一对一百三十多斤的镀金熟双铜茧使得得心应手,年纪稍长的杨林最后居然将他打败了。 早年的杨林战绩还是很可观的,在瓦岗之战中大百一字长蛇阵围困敌方后大战数百回合等,往日战绩庄庄渐渐无一步表明,大名鼎鼎的靠山王杨林不仅拥有卓越超脱的领兵作战的军事战略才能,而且英勇无畏的他还有一颗心怀天下的悲悯中心。 所以说,这样一位唯军命是从得忠诚猛将,堪称隋唐众多顶尖将领之一,遥想昔日秦王李世民弱势的此人,那必然早早的天下了,但是很可惜啊,杨林毕竟是隋朝皇室的人,到此他还在捍卫国家的利益,所以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即便他不被罗城所杀,最后也是不会投降大唐的,只能说双方都没有这个命吧。 如果能得到杨林,可不只是得到他这个人这么简单,像杨林所拥有的一切,也都可以说是李世民的,比如他的领殿和手下们,杨林最终年纪大了,也难免要尝试失败,死在了罗城的手中,按照之前杨林的战绩来看,若是李世民能够得到杨林,可谓是如虎添翼,那他之后的征战不知道会省多少力,并且杨林也不是独自一人,他手中还有人,麾下还有兵,十三太宝的实力虽然没有那么强, 但也算是一些比较不错的将领,人才,什么时候也不会嫌多的,第二位就是有非将之称的隋唐著名猛将善雄信 他膳食马上枪,由于在瓦钢起义中表现得骁勇皎洁,恐无有力,所以被卫攻李密封为了左午后大将军,一时风光无两,好景不长,唐武德元年,李密成了王世冲的手下败将,李密手下的两员大将徐世纪转头李唐,而善雄信则投降王世冲,并成为了王世冲麾下的大将, 也许是天度英才,飞将,善雄信屡屡屡投错了阵营,在王世冲手下时,率军对战李世民,双方旗鼓相当,皆为虎狼之军,战斗打致高潮猛将善雄信用尽全身力气孤注一掷,持枪纵马直攻李世民手机, 企图一招使得对方毙命,说时迟那时快,素来并非善查的李世民奋力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再加上徐世纪及时雨般闪现,制止了昔日战友善雄信,最终王世冲全军被李世民击败,最终善雄信也被李世民抓到, 而李世民的处理方法最后也很简单粗暴,那就是杀了善雄信,以绝后患,这时候李基又出面了,为了保住兄弟的性命,他多次找到李世民做思想工作,可谓是声泪俱下,怎么说他也算是李世民的救命恩人了,所以李世民还是给他几分面子的。 耐心听着他的劝说,但始终不肯改变杀死善雄信的态度,善雄信原本是瓦冈寨的首领,在随末唐初之际,瓦冈寨的声势之大,连李渊也自然不如,而瓦冈寨的主要首领只有三位,就是李密,善雄信和李继,而且善雄信的地位还要比李继略高一筹,李世民则是实打实的属于关隆集团,夸张点说,他和瓦冈寨势力那是不共戴天的, 从始至终他就对瓦冈寨的人有着很强的警惕心,不说善雄信,就连李继也未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直到他驾崩之前都对李继怀有防备之心。 李世民对李继的戒心都如此之重,何况是后来选择效忠王世冲的善雄信呢,李世民爱才不假,但也不会想着给自己埋个定时炸弹,而惶惶不可终日,一旦善雄信归顺后怀有一心,对大唐来说无疑是有着巨大危害, 善雄信个人能力突出,关于这一点。 有时候会是保命符,但也有时候会是催命符,毕竟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大家也都懂得,对于李世民来说就是,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得知李世民动了杀心后,李继立刻找到李世民为善雄信求情,遗憾的是李世民主意已定,善雄信难逃一死,善雄信的实力也是很亮眼的。 若是他能够为李世民所用,历史未必不会改写。 铁锤梁师太算是隋唐猛将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位,梁师太与李元霸,裴元庆,秦勇并称为四猛八大锤。 之所以叫做八大锤,是因为这四猿猛将的武器都是一对锤子,虽然梁师太排在四猛将末尾,但是能与李元霸这种天赋异禀的人,齐名实力同样也不弱,他的武器是一对重达320斤的铁锤。 说唐这本书中梁师太的出场与善雄信有关,破同其阵失败的善雄信偶然走到了一处庄子,建庄子的大门口挂着两柄大锤,经过打听善雄信得知这里是太平庄,庄主姓梁,武器便是一对锤子。 而这位梁姓庄主正是梁师太,当时善雄信得知只要能与这位姓梁的庄主站的三个回合,就可以留在太平庄,被好酒好饭伺候着。 本就饥饿的善雄信想试一试,便让人传话要与梁师太大战一百回合,梁师太觉得善雄信这个人太过于狂猛,二话不说拿起铁锤就打斗了起来,善雄信没有想到梁师太武力只简直爆表,一锤子朝自己砸过来,瞬间决战拿着武器的双手苏玛,虎口一震,随唐猛将中排名第十八位的善雄信居然只接了梁师太一招,就自知不是对手。 他对梁师太放话,要去找自己的徒弟,后来善雄信碰到了李源霸,便将梁师太告诉了他。 同样是一对锤子的李源霸,对于善雄信十分感兴趣,便来到太平庄点名,要与其过招。 这次战斗之后,李源霸将梁师太招致麾下,虽然梁师太只接了李源霸半锤,但虽败尤荣,只是很可惜啊,在后来的一次比武大会上,梁师太碰上了更厉害的武天熙,这可是个狠人啊,武艺更是高强。 最后梁师太被他杀死了,其实死在这样人的手下并不丢人,毕竟人家也是战力榜上前十的存在,李源霸也是很仗义。 最后为梁师太报了仇,如果梁师太能活下来,并成了李世民的手下,想必会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只是可惜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惋惜之情亦于言表,隋唐十七的猛将那可真是太多了。 以上这三位不仅有本事,而且很适合为秦王李世民打天下,只是一切既有天命,他们最后没能走到一起,一段佳话也由此随之而去。 时代铸就英雄,在隋唐十七所涌现出的英雄豪杰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史书也是有限的,以至于很多一些英雄人物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只有寥寥几笔,这寥寥几笔就是他们的一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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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